公公下葬第七天,婆婆哭着说出老公的身事,老公听完直接跑了出去,带回来的东西吓傻我们全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两年前,公公天天说自己胸腔疼,老公要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婆婆一脸不悦不用检查,肯定是天天抽汗烟抽的,把烟戒点就好了 公公是个老烟民,据说十多岁就开始学着抽烟,而且抽的是汗烟,比较辣 自从我嫁到婆嫁,每天早上都能听到公公在院后面卡弹的声音 不只是婆婆怀疑公公是抽烟多了,才会沸腾,老公也这样认为吧 你本来就有哮喘病,把烟戒掉,对你身体肯定有益 每次听到有人劝自己戒烟,公公会立马生气 他会恶声恶气地反驳对方,我都快七十岁,还能活几年,你们少管我 公公是一个脾气特别暴躁的老头 在家里,除了和我家孩子说话温和一点,对其他人总是蛮横 我也已经司空见惯了 老公一片孝心,希望自己父亲少抽烟,保重身体 结果被老人一顿怒斥,他当即气冲冲地回到屋内 被咱爸训斥了,看到老公一脸的不高兴 立马凑到他身边,想好言安慰一下 从今天起,他喜欢抽烟,就让他抽 我不会再管他一次,好心当成驴肝肺 我知道老公说的是气话,他对自己父母非常孝顺 每次出门,除了给我和孩子买礼物,还会给老人带回来一些礼品 儿子,你快来啊,你爸晕倒了 我正哄老公开心,婆婆在另一个房间大声地喊他 老公听到自己父亲晕倒了,连鞋都顾不上穿 光着脚丫跑到公公婆婆房间,我随后也跟了过去 婆婆说公公坐在椅子上看电视 突然手里的遥控器掉在地上 自己转头时,公公已经昏迷不醒了 老公急忙找来邻居帮忙,开车把公公送到医院 之前我们一直以为公公只是抽烟抽多了,才会肺子疼 现在才意识到我们大意了 通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告知我们家属 公公是肝癌晚期,不适合做手术 听到这个噩耗,婆婆的眼泪刷的一下就流出来 嘴里不停地念叨为啥不让我替她生病 妈,没事的,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 我们到北京医院再检查一下,也许能治 我走婆婆身边,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轻轻地安慰她 自从公公有了这次晕倒之后,她隔三差五,就会晕厥过去 没超过一个星期,老公立马联系在北京的表弟 说要带自己父亲到北京检查一下 在北京医院,医生询问完我们的家庭条件以后 语气平和地劝说我们治疗费用至少五十万 而且手术成功的概率不足百分之二十 建议回到家里,别让病人生气 拥有乐观的心态,也许时间会长久一点 本来没打算告诉公公自己得了肝癌 但这一趟北京之行,她察觉到不好的预感 逼问老公说出实情 老公不想骗自己父亲,如实说了她的病情以后 捂着脸呜呜大哭起来 公公心态不好,听到自己得了绝症 她的脾气变得更加火爆 稍微不对她心情,她会立马发火,甚至摔东西 以前公公不知道自己得了病 天天早起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现在她变得慵懒了,躺在床上,对家里人呼来唤去 把自己当成了太阳 我们都能理解她的心情,不和她一般见识,尽量满足她的要求 去年年末,公公的病情加重了,想起来溜弯,可是身体已经不允许 婆婆围在公公旁边,看到自己老半疼得大喊大叫 她总是把脑袋转后面,偷偷抹泪 你一天天地就知道哭,我还没死呢 婆婆被公公一顿数落,她赶忙把眼泪憋回去 家族长辈知道公公病危,赶来家里 问她有什么后事需要交代的吗?公公直摇头,然后眼角流下一滴眼泪 那天晚上深夜,公公没有留下半句遗憾,抛下婆婆走了 天刚亮,看到自己老半被抬走时 婆婆撕心裂肺地大哭老头子 你怎么能忍心扔下我?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当时我们不知道婆婆为啥说出这句话,根本没有特别在意 公公在家里脾气不好,可是在村里威望挺高的 曾经做过几年村干部,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下葬那天,村里除了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小孩 大家都来送他最后一程 当时老公披麻带笑跪在大门口 给每个前来调念的人磕一个响头 这是当地的一个民俗 公公走后 婆婆生了一场大病 卧床不起,每天吃饭都得我喂着他 有些时候他会犯糊涂你爸吃饭了吗? 被他突然这样问,才想起来 平时家里的好东西都是公公先吃,剩下的婆婆才能吃 老公看自己母亲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立马把村医找来 对方说婆婆只是伤心过度,慢慢调节就好了 公公下葬第七天时,婆婆异常地清醒 使唤我儿子你去把你爸叫来 没多久,等到老公走进房间 婆婆让老公坐在自己旁边 泪眼汪汪地说 儿子,现在你爸已经没了 我应该把你的身世说出来 要不然哪一天我也不在了 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妈,你是不是又想我爸了 才说这样的胡话 我是你们的儿子,谈何绅士 不,你不是我的儿子 你是我们从孤儿院捡来的 婆婆这句话简直是晴天霹雳 直接把老公说猛了 婆婆长叔一口气 然后继续说到我嫁给你爸以后 好几年没有怀孕 后来到医院检查 说我这辈子都没有资格做母亲 那时候,我主动提出离婚 毕竟自己一辈子无法生育 可是你爸不肯 不愿意抛弃我 在我们结婚的第十三年 我们决定领养一个孩子 然后去了孤儿院 去的那天 你恰巧被送进孤儿院 据说你亲生父母 把你丢在医院大门口 然后就走了 时间过去半个多月 依然没有人回来认领 只能把你送到孤儿院来 我和你爸商量 决定把你抱回家里 把你当成亲生儿子对待 那时候你爷爷奶奶还活着 认为到你爸爸这一代 要断了香火 所以逼迫你爸爸和我离婚 你爸爸是一个好男人 为了把我留在身边 竟然和你爷爷奶奶断绝了关系 这辈子,我对不起你爸爸 没能给他生一个后代 现在你爸爸已经没了 我必须要把你的身世说出来 我不可以再自私下去 我曾经到医院打听过你的身世 有一个护士告诉我 你亲生父母不是本地人 听口音应该是南方的 现在你可以通过媒体 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我不会阻拦 我把你的身世说出来之后 感觉一身的轻松 这个秘密憋在心里多年 压得自己喘不过气 老公一时无法接受自己的真实身世 疯了一样跑了出去 我一直在后面追着他 后来老公跑到公公的坟前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吧 这么多年 你一直看不惯我 原来我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所以才会嫌弃我 对吗 你很可怜 一辈子无儿无女 可我比你更可怜 出生就被亲生父母抛弃 后来又被你嫌弃 说我笨 打我 骂我 让我的童年有阴影 我有那么讨厌吗 老公歇斯底里地质问公公 然后双手垂打黄土 紧接着又哇哇大哭 他们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但他们却把你养大了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你不该埋怨他们 你给我闭嘴这是结婚以后 老公第一次向我发火 手指着我 眼眶里擒着泪 老公回到家里 开着车 一脚油门走了 至于去了哪里 没有人清楚 深夜 老公被大堂哥送了回来 喝得鸣鼎大醉 大哥 他这是什么了 我刚刚去镇上进货 看到他躺在大街上 然后把他扶上车送了回来 至于他为啥喝这么多酒 我不清楚 老公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 他来到婆婆房间 跪下来道歉对不起 妈 我错了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亲妈 亲生父母曾经把我抛弃 而且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寻找我 说明他们已经没有把我忘记 爸爸生前虽然骂我 嫌弃我 现在我明白 他只是恨铁不成钢 妈 只要你还肯认我这个儿子 我就不会离开这个家 婆婆赶忙凑到我老公身边孩子 你永远是妈的儿子 我站在一旁 看到他们母子俩 抱头痛哭的样子 也忍不住流泪了 现在 婆婆的状态 已经完全恢复好了 我和老公去田里干农活 他在家里早早就饭菜做好 前段时间 老公跟我说 其实自己挺幸运的 如果没有爸妈把他从孤儿院抱回来 他或许根本不会认识我 此时 我觉得自己挺幸运 能嫁给这么体贴我的男人 他的身世 在我心里不那么重要 我们俩说好 要好好孝顺婆婆 照顾好孩子 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 现在回想起来 事情的起因 是那天我忽然心血来潮 觉得我和老公的必备功课 好久没做了 应该安排一下 下个月 下个月我和吴迪结婚整十周年 我们打算请亲戚朋友们一起庆祝一番 说起来 庆祝这个事 还是儿子同学 彬彬的妈妈提议的 儿子跟他这个同学 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跟他这个同学妈妈生孩子实住同一间病房 当时就认识了 他下个月也结婚整十周年 吴迪早就买了一个卡蒂亚的玫瑰金手镯送给我作为礼物 我还一直没想好要送他什么 仪式感这个东西 在人生的某些时刻还是需要的 我决定 今天就为仪式感预热一下 先是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儿子上课外班 赶上周末 就安排在我妈那儿住下了 接着 我去了趟超市 买了一盒小雨衣 还买了很多吃的 喝的 把家里的红酒也翻出来了 打算晚上浪漫一把 我给吴迪打电话 果不其然还在加班 我说 等你 晚上 吴迪进家时 我只穿了他的白衬衫 长发散开 款款地走向他 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很疲惫 但同时也能看出他有点惊喜 说洗了早就来 之后 汉如雨下的亲密接触 让我觉得 我们还算感情不错的中年夫妇 闲着时间后 吴迪很快地就睡着了 而我 却愈发清醒 于是我回到书桌前 打开笔记本电脑 打算把工作的事情捋一捋 深夜 吴迪的手机 隔一会儿震动几下 不一会儿 手机屏幕上显示有三条新的微信信息 恋爱四年 结婚近十年 我从来没有私下看过他的手机 这晚 鬼使神拆的 我拿着他的右手拇指试了一下 手机开屏了 打开微信 一个红玫瑰花头像的人 被存为客户钉 历史记录一条都没有 只有三条聊天记录 第一条是 睡了吗 时间显示过了十分钟 我这个月的月经还没来 又过了十分钟 不烦你了 过段时间 如果还没来 我再看怎么办 真是相当体贴 一 关于另一半出轨 虽然不能说完全无所谓 但我真的没有像大多数女人一样 浑身颤抖 缓不过劲 怒不可遏 以至于感觉天塌了 等若干生理反应 真的都没有 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建设 现在在制药公司上班 大学辅修过动物学的我 从来就清楚 基因有其自然选择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其中有一个理论 人类的若干种基因里 有渣男基因和拜金女基因 拥有这两种基因 至少其一的人类 更容易把基因延续下去 因为当时间退回到原始社会 拥有渣男基因的原始男人 会想尽办法睡更多的原始妇女 所以更大概率拥有更多的后代 而越贪财的女人 因财富代表 可以给她后代提供的资源 所以她们的基因 也越容易传承 简而言之 自然选择会让不渣的男人 和不爱财的女人的基因灭绝 因此我们每个人的祖先 都是渣男或者拜金女 我深以为然 动物界里面的丹顶鹤 一只先走了 另一只哀鸣到死 也不会换伴侣 比人坚真多了 不过 人要是都活成丹顶鹤了 也怪无聊的 从恋爱起 我就一直告诉自己 男人出轨绝对不是因为你不好 同时也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 男人出轨 多半是基因惹的祸 但是 当我发现无敌出轨实锤的一刻 还是很不爽 我冷静下来想了想 聊天记录拍照后 把她的手机放回去了 当晚 一向睡眠良好的我还是失眠了 我忍不住回想客户丁的朋友圈 只能看出她的工作与花店有关 朋友圈几乎全在晒花 而她的头像 只是一朵普普通通的红玫瑰花 我总觉得有点眼熟 但实在想不起来 在哪见过 我一个一个地翻阅微信里将近一千人的通讯录 一一地查看头像 用花做头像的女人不少 但没有一个跟这个头像一模一样 无敌睡得无比的沉 憨声一起一服 时不时地还咕弄一声 我越看她越来气 恨不能马上把她拎起来抱打一顿 让她老实交代 但是理智告诉我 绝对不能这么干 这么干会让她仅存的一点内疚也消失殆尽 既然睡不着 我索性再次打开她的手机 查看她的支付记录 她带我去商场买的卡蒂亚手镯的支付记录还在 结果隔了两天 她立马又上某宝买了一个红玛瑙玉镯 当然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过这个红玛瑙玉镯 料想她也肯定不会作为什么惊喜送给我 对比了一下价格 相差将近五百倍 也许我真的才迷吧 知道了价格差距后 竟然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无敌醒来 神采奕奕的样子 她侧过头来吻了我一下 注视着我 没睡好 我应了一声 嗯 失眠了 她问 没失眠 就睡不踏实 醒了特别多次 无敌起身 背对着我穿衣服 我眯起眼睛 看她的背影 有一说一 作为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她的身材保持得还真不错 我开口道 我今天头有点疼 不想绕到了 一会儿 你去我妈那儿接横横上学可以吗 无敌答应着说好 她似乎感受到了 我今天与往日不同 转过身来 真的没什么事 我扑在枕头上 装作烦恼的口吻哀叹 下个月十周年结婚纪念 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没办 压力好大呀 无敌笑了起来 听上去像在笑我庸人自扰 你不用有什么压力 如果你真的不想安排 就让我秘书小刘 帮忙安排一下 听到她提到小刘 再联想到那几条微信 我心里一机灵 那会不会是小刘的小号 我随之警觉起来 嘴上却无所谓的口气 这不是她的分类是吧 让她安排好吗 无敌说 比这更复杂的聚会 她都组织得井井有条 你如果放心 我就让她帮忙组织 事情办完了 给她包个大红包就成 我快速地盘算着 小刘快三十了 一直没结婚 给人感觉很干练 关键是工作原因 她天天跟无敌在一起 也不能完全排除嫌疑 既然无敌要懒事 我就让她懒 看她能搅出什么幺蛾子 我说 行 那你问问她 看她同不同意 我和无敌在车库分别的时候 她又抱着我吻了一小会儿 如果有摄像机录下来 我们看上去完全是一对和谐 恩爱的中年夫妇 谁也不会想到 我们貌合神离到了这种程度 我一路上都在考虑 怎么处理这件事 很多女人遇到老公出轨 第一反应就是离婚 什么都不想就离婚 这种女人 我真的很鄙视 不是说不能离婚 但什么出了鬼的老公 相当于沾了屎的钞票这种话 完全是情绪裹挟下的过激语言 根本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要离 也得一切都安排好了再离 首先 得知道无敌出轨 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结婚十周年纪念日的事情 承包给小刘 再好不过 不管她跟小刘有没有染 带小刘去看我们这么多年的恩爱 哪怕表象也好 让她知难而退 或许不是她 敲山震虎也行 到了公司 我把门一关 立刻联系之前认识的一个律师 靠谱的私家侦探 有认识的吗 律师的口吻 听不出一点吃惊 只回答说有 我简要地把事情描述了一番 总之 查一下出轨对象是谁 出轨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财产转移 她公司的财务状况 债权债务的情况 等等 很多东西需要你提供信息 律师说 我知道 我快速地说 一会儿我把她的身份证号 她所有的银行卡号都发给你 银行里的熟人 你不可能一个都没有吧 律师笑了起来 思路清晰 不过我提醒你一点 长期跟踪他人 涉嫌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 我也笑了 少来给我科普 查到什么 也不一定当作证据 先掌握具体情况再说 给律师布置完了工作 我长呼一口气 有人敲门 是小林 今年才毕业的女大学生 现在是我的助手 文姐 马上开会 有人来催了 我今天还是有点不在状态 领导在说话的时候 我与吴迪这些年的感情历史 就像飘在水面的气球 被摁下去又浮上来 一直在脑海里飘荡 没想到 无论自己有多少心理建设 昨天那几条微信 还是震撼到我了 真没有想到 吴迪竟然比我先出轨 我们曾是校园恋情 我们俩的关系 真要说起来 似乎还有点竞争性 当年 他是班长 我是团支书 我们俩学习成绩差不多 人缘差不多 现在似乎拉开了一点距离 他两年前 从原来的单位出来创业 目前 公司快C轮融资了 形势大好 不过我也不差 好歹混到单位的中层 这些年 他带我出去见朋友 在外人面前说起我来 都是一副 以老婆为荣的口吻 说实话 我现在还没弄清楚 关于吴迪出轨 自己到底是什么感受 似乎是一块石头 终于落了地 又似乎是为什么千般躲避 我还是被这块石头给砸了 我只能想想自己的打算 离婚还真不在 我的打算范围内 吴迪人脉广 路子多 我头上有几个领导 跟他称兄道弟的 业务上他能帮我不少 我不确定离婚了 我的日子还能不能这么好过 再说了 按现行法律 出轨也不算特别大的过错 揪着这一点说事 不能算十分稳妥 我今天确实有点神油 领导喊了我三次 我才回过神来 文杰 你还是继续跟瑞兰生物的曹总联系 好好地沟通一下 我点点头 表示没有问题 对方是曹总 当然没有问题 就在开会的时候 他们口中的曹总 给我已经发了一堆微信 约我中午吃饭了 才散会 就收到快递小哥的电话 有人送花给我 我最喜欢的非洲菊 卡片上写着五个字 老婆我爱你 我心理上立马就原谅了 吴迪一点点 他真是少有的 浪漫的 偶尔会送花的男人 不过 他会送那位客户丁花吗 我摇摇头 那人开花店的 应该不稀罕花吧 女人还是爱自我麻痹 说到底 花不过是植物的生殖器 我们却非要赋予各种爱的产事 我忽然感到一阵悲凉 还没到饭点 曹坤的电话又过来了 说起来 曹坤跟我还真是有缘 我们初中是同桌 高中是同学 一直一个班 大学那几年 不在一个城市 联系比较少 然后我就遇到了吴迪 毕业没到一年 我们就结婚了 曹坤跟我说过几次 他最后悔的事情是 我知道他后面想说什么 但每次我都不让他把话说完 因为说破了就没意思了 曹坤没有跟我表白过 但我们全班都知道 他喜欢我 也许喜欢一个人 真是掩藏不住的吧 在他现在的公司 跟我所在的公司 还没有业务合作的时候 他就三不五时地给我发微信 要真说有什么 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跟我分享 他看过的视频 听过的歌 见过的风景 还有就是 他又去哪儿哪儿吃饭了 什么我可能喜欢吃 哪天有机会请我吃 当然 对于这些内容 我基本不回复 他倒也没有气馁 就这么一直 时不时地发着这些信息 四年前 他终于结婚了 当时 我还挽着无敌的胳膊 去参加了他的婚礼 结婚对象 比我们略小几岁 家里很有些背景 除了 颜值真不能算高 但综合来看 绝对是一个 非常好的结婚对象了 结婚后的第一年 他消停了一阵 后来又开始了 经常给我发信息的行为 这让我忍不住想 他的婚姻 是不是真的不太幸福 不过 他很有分寸感 如果不是业务上的事情 他从不单约我 如果约我 总是同时 约十来个同学一起 就连无敌 都跟着我去混过 很多次这样的同学会 无敌也知道 他喜欢我 不过 他从来都不以为意 他觉得 曹坤没他帅 没他有本事 我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看上他 他的原话是 你要看上他 不早看上他了 真够自信的 我的确没看上过曹坤 可是我不介意 多一个人关心我 刚才 他又约我说请吃饭 大中午的 开车去老远的商场 吃一顿饭 还要牺牲午休时间 本来我是不想去的 以前即使要去 我一般也会带着小林 可今天 我打算一个人赴约 不过我提出了一个条件 今天我请 他同意了 没到半个小时 曹坤就到了我的办公室 看到非洲局 他明显地愣了一下 老吴送的 我暗暗地觉得好笑 直觉此刻实话实说 似乎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直到 我也不知道谁送的 人家就没留名字 可能是暗恋 我的老哥哥吧 我飞快地瞟了他一眼 真不是你送的 公公下葬第七天 婆婆哭着说出老公的身事 老公听完直接跑了出去 带回来的东西 吓傻我们全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两年前 公公天天说自己胸腔疼 老公要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婆婆一脸不悦不用检查 肯定是天天抽汗烟抽的 把烟界点就好了 公公是个老烟民 据说十多岁就开始学着抽烟 而且抽的是汗烟 比较辣 自从我嫁到婆家 每天早上都能听到 公公在院后面卡弹的声音 不只是婆婆怀疑公公是抽烟多了 才会沸腾 老公也这样认为吧 你本来就有哮喘病 把烟戒掉 对你身体肯定有益 每次听到有人劝自己戒烟 公公会立马生气 他会恶声恶气地反驳对方 我都快七十岁 还能活几年 你们少管我 公公是一个脾气 特别暴躁的老头 在家里 除了和我家孩子说话温和一点 对其他人总是蛮横 我也已经司空见惯了 老公一片孝心 希望自己父亲少抽烟 保重身体 结果被老人一顿怒斥 他当即气冲冲地回到屋内 被咱爸训斥了 看到老公一脸的不高兴 立马凑到他身边 想好言安慰一下 从今天起 他喜欢抽烟 就让他抽 我不会再管他一次 好心荡成驴肝肺 我知道老公说的是气话 他对自己父母非常孝顺 每次出门 除了给我和孩子买礼物 还会给老人带回来一些礼品 儿子 你快来呀 你爸晕倒了 我正哄老公开心 婆婆在另一个房间大声地喊他 老公听到自己父亲晕倒了 连鞋都顾不上穿 光着脚丫跑到公公婆婆房间 我随后也跟了过去 婆婆说公公坐在椅子上看电视 突然手里的遥控器掉在地上 自己转头时 公公已经昏迷不醒了 老公急忙找来邻居帮忙 开车把公公送到医院 之前我们一直以为公公只是抽烟抽多了 才会肺子疼 现在才意识到我们大意了 通过一系列的检查 医生告知我们家属 公公是肝癌晚期 不适合做手术 听到这个噩耗 婆婆的眼泪刷的一下就流出来 嘴里不停地念叨 为啥不让我替她生病 妈 没事的 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 我们到北京医院再检查一下 也许能治 我走婆婆身边 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轻轻地安慰她 自从公公有了这次晕倒之后 她隔三差五就会晕厥过去 没超过一个星期 老公立马联系在北京的表弟 说要带自己父亲到北京检查一下 在北京医院 医生询问完我们的家庭条件以后 语气平和地劝说 我们治疗费用至少五十万 而且手术成功的概率 不足百分之二十 建议回到家里 别让病人生气 拥有乐观的心态 也许时间会长久一点 本来没打算告诉公公 自己得了肝癌 但这一趟北京之行 她察觉到不好的预感 逼问老公说出实情 老公不想骗自己父亲 如实说了他的病情以后 捂着脸呜呜大哭起来 公公心态不好 听到自己得了绝症 他的脾气变得更加火爆 稍微不对他心情 他会立马发火 甚至摔东西 以前公公不知道自己得了病 天天早起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现在他变得慵懒了 躺在床上 对家里人呼来唤去 把自己当成了太阳 我们都能理解他的心情 不和他一般见识 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去年年末 公公的病情加重了 想起来溜弯 可是身体已经不允许 婆婆围在公公旁边 看到自己老半疼得大喊大叫 她总是把脑袋转后面 偷偷抹泪 你一天天的就知道哭 我还没死呢 婆婆被公公一顿数落 她赶忙把眼泪憋回去 家族长辈知道公公病危 赶来家里 问她有什么后事需要交代的吗 公公直摇头 然后眼角流下一滴眼泪 那天晚上深夜 公公没有留下半句遗憾 抛下婆婆走了 天刚亮 看到自己老伴被抬走时 婆婆撕心裂肺地大哭老头子 你怎么能忍心扔下我 这辈子 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当时我们不知道 婆婆为啥说出这句话 根本没有特别在意 公公在家里脾气不好 可是在村里威望挺高的 曾经做过几年村干部 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下葬那天 村里除了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小孩 大家都来送她最后一程 当时老公披麻带笑跪在大门口 给每个前来调念的人 磕一个响头 这是当地的一个民俗 公公走后 婆婆生了一场大病 卧床不起 每天吃饭都得我喂着她 有些时候她会犯糊涂 你爸吃饭了吗 被她突然这样问 才想起来 平时家里的好东西 都是公公先吃 剩下的婆婆才能吃 老公看自己母亲 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立马把村医找来 对方说 婆婆只是伤心过度 慢慢调节就好了 公公下葬第七天时 婆婆异常地清醒 使唤我儿子 你去把你爸叫来 没多久 等到老公走进房间 婆婆让老公坐在自己旁边 泪眼汪汪地说 儿子 现在你爸已经没了 我应该把你的身世说出来 要不然哪一天我也不在了 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妈 你是不是又想我爸了 才说这样的胡话 我是你们的儿子 谈何绅士 不 你不是我的儿子 你是我们从孤儿院捡来的 婆婆这句话 简直是晴天霹雳 直接把老公说猛了 婆婆长叔一口气 然后继续说到 我嫁给你爸以后 好几年没有怀孕 后来到医院检查 说我这辈子 都没有资格做母亲 那时候我主动提出离婚 毕竟自己一辈子无法生育 可是你爸不肯 不愿意抛弃我 在我们结婚的第十三年 我们决定领养一个孩子 然后去了孤儿院 去的那天 你恰巧被送进孤儿院 据说你亲生父母 把你丢在医院大门口 然后就走了 时间过去半个多月 依然没有人回来认领 只能把你送到孤儿院来 我和你爸商量 决定把你抱回家里 把你当成亲生儿子对待 那时候你爷爷奶奶还活着 认为到你爸爸这一带 要断了香火 所以逼迫你爸爸和我离婚 你爸爸是一个好男人 为了把我留在身边 竟然和你爷爷奶奶 断绝了关系 这辈子 我对不起你爸爸 没能给他生一个后代 现在你爸爸已经没了 我必须要把你的身世说出来 我不可以再自私下去 我曾经到医院打听过你的身世 有一个护士告诉我 你亲生父母不是本地人 听口音应该是南方的 现在你可以通过媒体 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我不会阻拦 我把你的身世说出来之后 感觉一身的轻松 这个秘密憋在心里多年 压得自己喘不过气 老公一时无法接受 自己的真实身世 疯了一样跑了出去 我一直在后面追着他 后来老公跑到公共的坟前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吧 这么多年 你一直看不惯我 原来我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所以才会嫌弃我 对吗 你很可怜 一辈子无儿无女 可我比你更可怜 出生就被亲生父母抛弃 后来又被你嫌弃 说我笨 打我 骂我 让我的童年有阴影 我有那么讨厌吗 老公歇斯底里地质问公共 然后双手垂打黄土 紧接着又哇哇大哭 他们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但他们却把你养大了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你不该埋怨他们 你给我闭嘴这是结婚以后 老公第一次向我发火 手指着我 眼眶里擒着泪 老公回到家里 开着车 一脚油门走了 至于去了哪里 没有人清楚 深夜 老公被大堂哥送了回来 喝得鸣鼎大醉 大哥 他这是什么了 我刚刚去镇上进货 看到他躺在大街上 然后把他扶上车送了回来 至于他为啥喝这么多酒 我不清楚 老公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 他来到婆婆房间 跪下来道歉对不起 妈 我错了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亲妈 亲生父母 曾经把我抛弃 而且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寻找我 说明他们已经没有把我忘记 爸爸生前虽然骂我 嫌弃我 现在我明白 他只是恨铁不成钢 妈 只要你还肯认我这个儿子 我就不会离开这个家 婆婆赶忙凑到我老公身边孩子 你永远是妈的儿子 我站在一旁 看到他们母子俩抱头痛哭的样子 也忍不住流泪了 现在 婆婆的状态已经完全恢复好了 我和老公去田里干农活 他在家里早早就饭菜做好 前段时间 老公跟我说 其实自己挺幸运的 如果没有爸妈把他从孤儿院抱回来 他或许根本不会认识我 此时 我觉得自己挺幸运 能嫁给这么体贴 我的男人 他的身世 在我心里不那么重要 我们俩说好 要好好孝顺婆婆 照顾好孩子 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 现在回想起来 事情的起因 是那天我忽然心血来潮 觉得我和老公的必备功课 好久没做了 应该安排一下 下个月 我和吴迪结婚整十周年 我们打算 请亲戚朋友们一起庆祝一番 说起来 庆祝这个事 还是儿子同学 彬彬的妈妈提议的 儿子跟他这个同学 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跟他这个同学 妈妈生孩子 实住同一间病房 当时就认识了 他下个月 也结婚整十周年 吴迪早就买了一个 卡蒂亚的玫瑰金手镯 送给我作为礼物 我还一直没想好 要送他什么 仪式感这个东西 在人生的某些时刻 还是需要的 我决定 今天就为仪式感 预热一下 先是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儿子上课外班 赶上周末 就安排在我妈那住下了 接着 我去了趟超市 买了一盒小雨衣 还买了很多吃的 喝的 把家里的红酒 也翻出来了 打算晚上浪漫一把 我给吴迪打电话 果不其然还在加班 我说 等你 晚上 吴迪静家时 我只穿了他的白衬衫 长发散开 款款地走向他 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很疲惫 但同时也能看出他有点惊喜 说洗了早就来 之后 汉如雨下的亲密接触 让我觉得我们还算感情不错的中年夫妇 闲着时间后 吴迪很快地就睡着了 而我 却愈发清醒 于是我回到书桌前 打开笔记本电脑 打算把工作的事情捋一捋 深夜 吴迪的手机 隔一会儿震动几下 不一会儿 手机屏幕上显示有三条新的微信信息 恋爱四年 结婚近十年 我从来没有私下看过他的手机 这晚 鬼使神拆的 我拿着他的右手拇指试了一下 手机开屏了 打开微信 一个红玫瑰花头像的人 被存为客户钉 历史记录一条都没有 只有三条聊天记录 第一条是 睡了吗 时间显示过了十分钟 我这个月的月经还没来 又过了十分钟 不烦你了 过段时间 如果还没来 我再看怎么办 真是相当体贴 一 关于另一半出轨 虽然不能说完全无所谓 但我真的 没有像大多数女人一样 浑身颤抖 缓不过劲 怒不可遏 以至于感觉天塌了 等若干生理反应 真的 都没有 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建设 现在在制药公司上班 大学辅修过动物学的我 从来就清楚 基因有其自然选择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其中有一个理论 人类的若干种基因里 有渣男基因和拜金女基因 拥有这两种基因 至少其一的人类 更容易把基因延续下去 因为当时间退回到原始社会 拥有渣男基因的原始男人 会想尽办法睡更多的原始妇女 所以更大概率拥有更多的后代 而越贪财的女人 因财富代表 可以给他后代提供的资源 所以 他们的基因 也越容易传承 简而言之 自然选择会让不渣的男人 和不爱财的女人的基因灭绝 因此我们每个人的祖先 都是渣男 或者拜金女 我深以为然 动物界里面的丹顶鹤 一只先走了 另一只哀鸣到死 也不会换伴侣 比人坚真多了 不过 人要是都活成丹顶鹤了 也怪无聊的 从恋爱起 我就一直告诉自己 男人出轨 绝对不是因为你不好 同时也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 男人出轨 多半是基因惹的祸 但是 当我发现 无敌出轨实锤的一刻 还是很不爽 我冷静下来想了想 聊天记录拍照后 把她的手机放回去了 当晚 一向睡眠良好的 我还是失眠了 我忍不住回想客户丁的朋友圈 只能看出 她的工作与花店有关 朋友圈几乎全在晒花 而她的头像 只是一朵普普通通的红玫瑰花 我总觉得有点眼熟 但实在想不起来 在哪儿见过 我一个一个地翻阅微信里 将近一千人的通讯录 一一地查看头像 用花做头像的女人不少 但没有一个 跟这个头像一模一样 无敌睡得无比的沉 憨声一起一浮 时不时地还咕弄一声 我越看她越来气 恨不能马上把她拎起来 抱打一顿 让她老实交代 但是理智告诉我 绝对不能这么干 这么干 会让她仅存的一点内疚 也消失殆尽 既然睡不着 我索性再次打开她的手机 查看她的支付记录 她带我去商场买的 卡蒂亚手镯的支付记录 还在 结果隔了两天 她立马又上某宝 买了一个红玛瑙玉镯 当然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过 这个红玛瑙玉镯 料想她也肯定不会 作为什么惊喜送给我 对比了一下价格 相差将近五百倍 也许我真的才迷吧 知道了价格差距后 竟然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吴迪醒来 神采奕奕的样子 她侧过头来 吻了我一下 注视着我 没睡好 我应了一声 嗯 失眠了 她问 没失眠 就睡不踏实 醒了特别多次 吴迪起身 背对着我穿衣服 我眯起眼睛 看她的背影 有一说一 作为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她的身材保持得还真不错 我开口道 我今天头有点疼 不想绕到了 一会儿你去我妈那儿 接横横上学可以吗 吴迪答应着说好 她似乎感受到了 我今天与往日不同 转过身来 真的没什么事 我扑在枕头上 装作烦恼的口吻哀叹 下个月十周年结婚纪念 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没办 压力好大呀 吴迪笑了起来 听上去像在笑我庸人自扰 你不用有什么压力 如果你真的不想安排 就让我秘书小刘 帮忙安排一下 听到她提到小刘 再联想到那几条微信 我心里一机灵 那会不会是小刘的小号 我随之警觉起来 嘴上却无所谓的口气 这不是她的分内是吧 让她安排好吗 吴迪说 比这更复杂的聚会 她都组织得井井有条 你如果放心 我就让她帮忙组织 事情办完了 给她包个大红包就成 我快速地盘算着 小刘快三十了 一直没结婚 给人感觉很干练 关键是工作原因 她天天跟吴迪在一起 也不能完全排除嫌疑 既然吴迪要揽事 我就让她揽 看她能搅出什么幺蛾子 我说 行 那你问问她 看她同不同意 我和吴迪在车库分别的时候 她又抱着我吻了一小会儿 如果有摄像机录下来 我们看上去 完全是一对和谐 恩爱的中年夫妇 谁也不会想到 我们貌合神离到了这种程度 我一路上都在考虑 怎么处理这件事 很多女人遇到老公出轨 第一反应就是离婚 什么都不想就离婚 这种女人 我真的很鄙视 不是说不能离婚 但什么出了鬼的老公 相当于沾了屎的钞票这种话 完全是情绪裹挟下的过激语言 根本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要离 也得一切都安排好了再离 首先 得知道无敌出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结婚十周年纪念日的事情 承包给小刘 再好不过 不管她跟小刘有没有人 带小刘去看我们这么多年的恩爱 哪怕表象也好 让她知难而退 或许不是她 敲山震虎也行 到了公司 我把门一关 立刻联系之前认识的一个律师 靠谱的私家侦探 有认识的吗 律师的口吻 听不出一点吃惊 只回答说有 我简要地把事情描述了一番 总之 查一下出轨对象是谁 出轨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财产转移 她公司的财务状况 债权债务的情况 等等 很多东西需要你提供信息 律师说 我知道 我快速地说 一会儿我把她的身份证号 她所有的银行卡号都发给你 银行里的熟人 你不可能一个都没有吧 律师笑了起来 思路清晰 不过我提醒你一点 长期跟踪他人 涉嫌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 我也笑了 少来给我科普 查到什么也不一定当作证据 先掌握具体情况再说 给律师布置完了工作 我常呼一口气 有人敲门 是小林 今年才毕业的女大学生 现在是我的助手 文姐 马上开会 有人来催了 我今天还是有点不在状态 领导在说话的时候 我与吴迪这些年的感情历史 就像飘在水面的气球 被摁下去又浮上来 一直在脑海里飘荡 没想到 无论自己有多少心理建设 昨天那几条微信 还是震撼到我了 真没有想到 吴迪竟然比我先出轨 我们曾是校园恋情 我们俩的关系 真要说起来 似乎还有点竞争性 当年 他是班长 我是团支书 我们俩学习成绩差不多 人员差不多 现在似乎拉开了一点距离 他两年前 从原来的单位出来创业 目前 公司快C轮融资了 形势大好 不过我也不差 好歹混到单位的中层 这些年 他带我出去见朋友 在外人面前说起我来 都是一副 以老婆为荣的口吻 说实话 我现在还没弄清楚 关于吴迪出轨 自己到底是什么感受 似乎是一块石头 终于落了地 又似乎是 为什么千般躲避 我还是被这块石头给砸了 我只能想想自己的打算 离婚还真不在我的打算范围内 吴迪人脉广 路子多 我头上有几个领导 跟他称兄道弟的 业务上 他能帮我不少 我不确定离婚了 我的日子还能不能这么好过 再说了 按现行法律 出轨也不算特别大的过错 揪着这一点说事 不能算十分稳妥 我今天确实有点神油 领导喊了我三次 我才回过神来 文杰 你还是继续跟瑞兰生物的曹总联系 好好地沟通一下 我点点头 表示没有问题 对方是曹总 当然没有问题 就在开会的时候 他们口中的曹总 给我已经发了一堆微信 约我中午吃饭了 才散会 就收到快递小哥的电话 有人送花给我 我最喜欢的非洲菊 卡片上写着五个字 老婆我爱你 我心理上立马就原谅了 吴迪一点点 他真是少有的 浪漫的 偶尔会送花的男人 不过 他会送那位客户丁花吗 我摇摇头 那人开花店的 应该不稀罕花吧 女人还是爱自我麻痹 说到底 花不过是植物的生殖器 我们却非要赋予各种爱的产事 我忽然感到一阵悲凉 还没到饭点 曹坤的电话又过来了 说起来 曹坤跟我还真是有缘 我们初中是同桌 高中是同学 一直一个班 大学那几年 不在一个城市 联系比较少 然后我就遇到了吴迪 毕业没到一年 我们就结婚了 曹坤跟我说过几次 他最后悔的事情是 我知道他后面想说什么 但每次我都不让他把话说完 因为说破了就没意思了 曹坤没有跟我表白过 但我们全班都知道他喜欢我 也许喜欢一个人 真是掩藏不住的吧 在他现在的公司 跟我所在的公司 还没有业务合作的时候 他就三不五时地给我发微信 要真说有什么 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跟我分享 他看过的视频 听过的歌 见过的风景 还有就是 他又去哪哪吃饭了 什么我可能喜欢吃 哪天有机会请我吃 当然 对于这些内容 我基本不回复 他倒也没有气馁 就这么一直时不时地 发着这些信息 四年前 他终于结婚了 当时 我还挽着无敌的胳膊 去参加了他的婚礼 结婚对象比我们略小几岁 家里很有些背景 除了颜值真不能算高 但综合来看 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 结婚对象了 结婚后的第一年 他消停了一阵 后来又开始了经常给我 发信息的行为 这让我忍不住想 他的婚姻 是不是真的不太幸福 不过 他很有分寸感 如果不是业务上的事情 他从不单约我 如果约我 总是同时 约十来个同学一起 就连无敌 都跟着我去混过 很多次这样的同学会 无敌也知道他喜欢我 不过 他从来都不以为意 他觉得曹坤没他帅 没他有本事 我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看上他 他的原话是 你要看上他 不早看上他了 真够自信的 我的确没看上过曹坤 可是我不介意 多一个人关心我 刚才 他又约我说请吃饭 大中午的 开车去老远的商场 吃一顿饭 还要牺牲午休时间 本来我是不想去的 以前即使要去 我一般也会带着小林 可今天 我打算一个人赴约 不过我提出了一个条件 今天我请 他同意了 没到半个小时 曹坤就到了我的办公室 看到非洲局 他明显地愣了一下 老吴送的 我暗暗地觉得好笑 直觉此刻实话实说 似乎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直到我也不知道谁送的 人家就没留名字 可能是暗恋 我的老哥哥吧 我飞快地瞟了他一眼 真不是你送的 我对得飞快 最近疫情 得多注意卫生 吃一口锅里的东西 就算了吧 坐在了驾驶座前 我的心还在砰砰跳 对着镜子照了一眼 满脸通红 我气得差点哭出声来 明明是无敌招惹了这些 不三不四的女人 为什么最后 却是由我来收这些烂摊子 这都什么破事 儿子看出了我情绪不稳定 问我是不是不高兴 我平复下情绪 告诉他没事 平日里半个钟头的车程 今天开了整整四十五分钟 到了地下车库 车位竟然被旁边的车 横着停了 足足地站去了 车位的半壁江山 就在我发猛的几秒 后面的车 朝我嘟嘟嘟嘟的猛按喇叭 无奈之下 我只能先把车倒出车库 在路边随便找了一个空位 我快气炸了 心里面翻滚着一句话 不仅老公被人占 连车位也要被人占吗 从一数到五十 又从五十数到一 我平静下来 打电话给物业 让帮忙处理 到了家 无敌竟然已经回来了 他戴着围兜 卷起袖口 一副打算做饭的样子 我的一腔紫气 终于找到了出处 把车钥匙往地上一扔 倒在沙发上 就开始嚎啕大哭 边哭边说 我到底是做错什么了 就连小区里不相干的人 也欺负我 我一哭 横横有点慌神 立马很紧张 无敌见识不对 哄他进房间 让他写作业 听我说完原委 无敌立马要去看 是哪个不长眼的 占了我车位 我把他叫住了 擦干眼泪 语气镇静地说 车位的事你不用管 我跟你的账 还没有算呢 气归气 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发酵 我其实早想好了对策 我不急不虚地开口 你外面那些女人的破事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无敌一开始不承认 大喊冤枉 我慢悠悠地把那几个名字 说了出来 他脸色变了变 我喝了一口水 润了润嗓子 说吧 你怎么打算的 跟我离婚 还是什么的 无敌一开口就在辩驳 那我就不让他说话了 我把今天卖花女的所作所为 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通 委屈万分 我真的不想知道 你在他面前到底都说我什么了 你是没看到 他耀武扬威的那个样子 你们俩真的让我犯恶心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早不想要这个家了 我也不想跟你过了 离婚 马上离婚 后面就如同我猜想的一样 无敌用上了男人的惯用的 陈词烂调来脱罪 老婆 我真不想对不起你 都是他们勾引我的 以及 我就是犯了一个男人 不该犯的错误 老婆你原谅我 我当然表现的一副 伤心欲绝的模样 盛怒之下 还打算带着儿子离家出走 总之 比较符合一个 被丈夫出轨 伤透了心的标准气负状 当然 也不全是演戏 情绪上半真半假吧 无敌自然不让我们走 差不多已经到了指天发誓 痛哭流涕的程度 我打算借颇下驴 嘴上却道 我现在必须 出门自己待一会儿冷静一下 无敌拽着我的胳膊不让走 我心里冷笑 早至今日 何必当初 语气却平静地 我保证晚上回来 你管好儿子 早就听人说 南边新开了一家商场 我正好趁此去逛逛 自己美美地吃一顿 再买几件新衣服 更重要的 这家商场跟我的律师所在的事务所很近 在车上 我就联系了律师 问他是否有空 最好面谈 当天 我就见到了律师 之前让他你的协议 已经全部拟出来了 今天心情极坏 我又让他加了两条 我们还考虑了 Plan B 如果他不同意 离婚协议里面 我用笔一二三四圈出来 这几条 一定不要让步 其他的 可以商量 明天早上 等我电话 我交代道 律师临走时 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文杰你 真是太冷静了 我长须一口气 不冷静怎么办 一哭二闹三上吊有用 到了家 吴迪还在客厅候着 他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我看都没看他一眼 把主卧门一关 一句话都懒得跟他应付 主卧的穿衣镜前 我又试了一遍 买回来的新衣服 把脸洗干净 重新化了妆 又看了看效果 虽然不知道 明天谈判的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不得不说 购物疗法真是好用 马上能让人心情平静又愉悦 第二天一早 吴迪破天荒地做好了早餐 牛奶 煎蛋 烤过的吐司 还有一盘切好的苹果和橙子 我都多久没吃过他做的早餐了 原来男人出轨 真的会有负旧心理 我坐在餐桌前 还是懒得开口 吴迪去了我脸色 嘴里叙叙叨叨地说开了 说自己以前做得不够好 对我也不够关心 以后一定将功补过 改邪归正 重新做人 我们俩重新开始 重新做人 我冷笑 那可得来点 真的才能重新做人呢 真想重新开始 真想 我提什么要求 你都能做到 都能 他拍着胸膛 恨不得挖心剖干 行 那我就让他如愿 于是 我们先把恒恒送到学校 然后我开车 他问我去哪 我说 你今早不是才说了 我去哪 你去哪吗 吴迪笑得没脸没皮 私奔 我都跟你跑 老婆 呵 私奔谁带你 见律师还差不多 当我的律师把协议甩出来的时候 吴迪脸上出现了刹那间的惊讶 是的 该提出来的条件 我都提出来了 儿子的抚养权 家里的三套房产 基金 股票 包括他公司的股权 除了他现在开的车 其他的我都要 吴迪其他的都接受了 公司股权上 还在耍滑头 老婆 公司只是股东们 让我代为管理 公司股权 当时为了规避风险 根本就没有挂在我的名下 我心里冷笑 真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股权代持 你以为我不懂 就不用我说 代持人是谁了吧 吴迪脸色变了变 还在挣扎 我得跟公司其他股东交代 我早就想好了说辞 真到那一天 股权真转让 不过我想 我们肯定不会到那一天的 真有那一天 优先转让给公司里的股东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有意见 除非我话锋一转 你那么不敢签字 是因为你还想对不起我 从吴迪的眼神 我看出 他发现自己已经上了贼船 骑虎难下 他说他要去打电话 跟几个股东商量一下 我说我等他 顺便将了他一军 又甩出一份离婚协议 你不同意也没关系 现在离婚的话 按法律 我们一人一半 我也能接受 只不过 公司已经到了C轮融资了 你现在离婚 会不会对公司不好 其实我真正想说的话是 你现在离婚 那我就对不起你了 我马上会让律师申请法院 把股权冻结 你的公司也好 事业也罢 爱咋咋的 老娘才不管 不过这番话 我只放在心里滚了一遍 无敌还在犹豫 酝酿了半天 我的情绪到位了 终于崩溃到哭出了声 其实我根本不贪图 家里那点财产 你背着我干的这些事 我一是气不过 二是实在没有安全感 才想让你给个保证 你怎么保证 只有通过法律 如果你不再犯错 股东们甚至根本不必知道 这个协议的存在 我擦了擦眼泪 看着他的眼睛 所有的选择 其实都在你手里 刚才你说我们重新开始 我也想 就看你 对我们的感情 有没有信心了 无敌挣扎了 一会儿就签字了 那几个电话 他打都没打 他说 他早就想转让给我了 今天正好就办了 我以前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男人被发现出轨后不久 就要趁着他的内疚 新签协议保财产 一定要趁热打铁 时间越久 内疚心越稀薄 变数也就越大 不过 他既然这么说 我又何必点破 也就装作信了他鬼话的样子好了 其实 今天临出发前 最坏的情况 我不是没有想过 大不了 我们真的闹开 也没什么好怕的 现在的社会舆论 但凡打对了牌 对离婚妇女友好着呢 真的爆出来他出轨 还出轨多个女人 不被骂死才怪 经过这么依着 无敌外面的还肥燕兽 都断掉了 当然 我不离婚 绝对不是因为还爱着他 最大的原因是 单亲妈妈的苦 我暂时还不想吃 为了孩子凑合 也不失为一种生存策略 至于我跟曹坤 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这是其一 其二 侦探反馈回来了 对曹坤的调查结果 完全如我所料 曹坤在外面 的确有好几个女朋友 不过 他老婆对他 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侦探说 他离婚了没好处 他老婆家里人 不是没有防着他 早跟他签了婚前协议 一旦离婚 他净身出户 这点 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那天分别之后 曹坤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来找我 在同学群里 我得知 他的岳父生病了 他医不解带地天天照顾 有老同学告诉我 在医院 他老婆六神无主 只知道抹泪 他差不多事事做主 非常有担当的样子 我完全理解 人 都是复杂的 不能用简单的 非黑即白的标准来评判 后来 他又来公司找过我一次 我当即把一套 景德镇茶具拿了出来 上次他送我墨镜 不久我就买了这套茶具 一直放在办公室的柜子里 打算作为回礼送给他 我坦诚地告诉他 之前我的婚姻确实出现危机 以为自己要离婚了 但是现在 我跟无敌和好了 所以故事 就只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曹坤表情复杂 我对他说 你看过茨薇格的 破碎故事之心吗 他说 没有 我悠悠地轻声背了出来 爱你才是最重要的事 莱斯特小姐 有些人觉得 爱就是性 是婚姻 是清晨六点的吻 和一堆孩子 或许爱就是这样 莱斯特小姐 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我觉得 爱是想要触碰 却又收回手 曹坤若有所思 他那既深情 又隐忍 克制的表情 让我明白 自己又一次赌对了 既然他之前 就把我当成 他的白玫瑰 那么我就继续 纯洁无暇 下去好了 吴迪提议 再给我买一个钻戒 跟他之前 送我的手镯 一个牌子 其实 我完全不在意 钻戒这种贵而无用 说白了 其实根本就是 碳原子的东西 但有的男人 就喜欢通过 送女人贵而无用的东西 来彰显他的爱 既然如此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我们的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聚会 如约举行 小刘果然安排得井井有条 一切都基本照着我的设想进行 聚会那天 小刘把他未婚夫也带来了 看上去挺老实的一个男人 我建议吴迪提拔他到另一部门 做个小头目 他同意了 说过几天就可以安排小刘 开始招接替他的秘书 到位了 他就走马上任 吴迪主动地说 他打算招一个男秘 让我彻底地放心 我笑 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吴迪半开玩笑般的提议 我要不要 也换一个男助手 我白他一眼 小林用得怪顺手的 我为什么要换 至于我送礼物给吴迪了吗 当然 我在本市最贵的一家蛋糕店 亲自订了一个大蛋糕 整整二十四寸 三层 最上面一层 一男一女两个小人在跳舞 群居飞扬 乐在其中 第二层空白的奶油处 写了六个大字 我故意地 苟富贵 勿相忘 来聚会的亲戚朋友都笑 夸我们是神仙眷侣 大家闹着 非要让我们俩都发言 说点什么 吴迪在大家面前 回顾了我们漫长的恋爱时 最后表态 他会爱我一辈子 绝对不会放手 我看着吴迪 将柔情都涌向了眼睛里说 才不是 爱到极致是放手 无论我们将来如何 能不能走到最后 都不重要 你幸福就好 大家都说我乱说 他们说 无论怎样 我们都要紧紧地拉住彼此 一直一直不放手 好